然后呢,第一个来源点就是这个 目标点在哪里?就是在这里 1、2嘛,然后这个到这里 然后呢,他会有第三个 为什么会有第三个呢?因为 AL的指令本来用在2D跟3D都可以 如果你是2D的话,第三个就不要理他 就按空白键跳开就好了 可是如果你有你是3D的话 你就还有第三点,也可以帮你对齐 所以第三点来源点,按空白键跳开就好了 然后呢,最重要的是说 他问你说是要根据那个 是不是根据对齐点调整物件的比例 当然要不要?一定要啊 如果不要的话,放过去 他就会还是一样的,是错误的 所以请你帮我调整 也就是这个L的指令多一个比例 自动帮我比例,所以按一个Enter YEnter 有没有发现就放过来 就结束了 所以也不需要旋转 也不需要比例 直接L就搞定了 所以这个指令的话呢,也非常的好用 只是说这个指令的缺点是他没有在这个上面 那你必须要多打一个L L 那其实打这个L跟按这个指令是一样的啦 所以其实上面这些指令各位可以记一下啊 比如说 其实你们游标移上来 比如说你旋转他的指令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啦 有没有,他会秀出来 宣传的指令呢,实际上就是下面这个英文 也就是你以前呢 以前 交OK的时候都是叫你们要打指令 就打这个指令 那之后OK 你刚开始要打全称 不过慢慢越来越少 可能你打一个RO就可以了 ROEnter 就是旋转指令 不过呢 现在慢慢更进步 我是建议就是你干脆就点这边就好 如果有按,按下去就跟打指令是一样的 那只是一个是用滑鼠 一个是用键盘 那当然的话这个部分 那这一题多一个就是要记一个L 所以这部分我想各位 把第二种方式也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